村民居住分散,生活物资较为紧缺 现在的工作助线主要转移到清理路面故障 然后清理运营,然后把紧急物资送到灾区群众的手中 让他们尽快地回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截至昨天中午,建昌县已累计转移群众43,600人 此轮强降水中,各级公路都有不同程度受损 现乡村道路受损较为严重 建昌县四处普通干县公路,82处农村公路不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辽宁省建昌县境内的一条县级公路 叫祝祥县,这是一条连接建昌南北的一条主要的公路 由于前两天的强降与引发的洪水是将公路的部分的路积完全的推平 当时这条路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大概跟我身后的这条桥是完全持平的 大概目测就有两米多,那么现在它的高度已经到了我脚下的位置 中小夏和阳南夏都有不同程度的行为 然后,所有人的公路基本损毁于在百分之一 有一些损毁的道路,人行是否有多 但是这百分之九十的道路都完全通过了 目前交通部门已掉动多只施工队 本批次到达建昌县支援普通公路枪形就在 目前已强突部分盖线公路中断点被实现简易通行 三十六活道连接建昌县和随中线多处出现水毁和滑坡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抢修 部分道路附近已可以满足一大线车辆三项路线 顺着三十六活道进行一下前走 可以看到这里是大困镇马道的侧附近 前面三十六活道出现了一个水毁 有半幅的道路已经水毁了而高度也是达到二十米 由于墙降主公路侧面扇堤发生滑坡 虽然已经临时抢通公路 但后续恢复工作任务量大 交通部门调派力量连夜修理 预计抢修工作还将持续数天 本轮降雨中随风县加倍岩乡已途村镇道路被冲回 二百六十多名由其方跑前来写生的学生无法返回 结果抢修人行道路长通 学生的安全顺利转移 本轮降雨地处山区的珠子沟香大阳树沟村 最大降雨量达五百四十毫米 突破葫芦桃地区历史极致 这个两天的雨 好 长天的雨降 我们的看年那几天 长天的雨降是五百二十多 今年这个降雨也到了过程 暴雨导致多处桥梁道路被洪水冲回 多个村村通往外界的交通底度中断 全村群众及时转移 无一伤亡 目前这个我和这个将近使用的这个 将有七处半水标 全部重回来 三大力度加上这个二十几滴这个称动 加上主要全部重回 经过抢险队伍连续两个昼夜的努力 21号晚一座五十一米长的应急机械滑桥梁架设完成 可以湿水冲来 因为有一个大市场的转移 旅选它有很多 特别的驰骑 大量104米 温柔 202米 温柔 3米 温柔 3米 温柔 接口 1门 194米 温柔 5天 2米 温柔 3米 温柔 1米 温柔 1米 温柔 2米 温柔 2米 温柔 4米 温柔 5米 温柔 3米 温柔 看下来,大约是一样的 三约是一样的 还有